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三个美丽的女人白天搔手弄姿 晚上劫富济贫 可以说是一代人的经典回忆 而如今在林波有这么三姐妹 三个人也结为金男 跟猫眼三姐妹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三个人一年之间忽悠了 五十多位这个林波的金融圈的有钱人士 这三个女的渣女了 这个通过默契配合 套路了五十多名林波金融圈的优质男 捞钱捞资源各种顶级操作 所以这些顶级的金融圈人士 拿着学位证书 应该说是智商极高的人 但是栽在了这三个普普通通的 宁波渣女手里 半年多时间 其中一位就给这个美女们转账了六十多万 所以这个他自己家里的东西 只要是但凡值钱的 这些人都是看上了就拿走了 所以呢 这些金融男们被这三个女的玩弄于股掌当中 当然他们是有代价的 但是这里面核心的这个套路是什么呢 就是A假如跟某个金融栏相好了 然后呢 就说我要带上我的小姐妹一起吃饭 就把B和C也带上一起 这三个人呢 都被这个金融栏给迷上 是吧 那三个人分别去跟金融栏去交流交际 是吧 那然后呢 B就会跟金融栏说 我知道了你和C的事 那你得拿钱来封口啊 是吧 C就会跟金融栏说 我知道你和A的事 你拿钱给封口 然后就这样如此循环 所以呢 五十多个金融栏啊 这个被他们给忽悠的很厉害 最终呢 是一位其中一个女孩子喝醉了 然后其中一位金融栏呢 翻看了他的微信 哎 结果发现他们三个人还有微信群 在群里面三个人互相交流经验 互相说哪个人有钱 哪个人没钱啊 约定一些办法 是吧 当然不乏嘲笑这些金融栏的言语 所以这人怒了 就把这事情接放在网上啊 很多人就知道 哦 还有这回事啊 但是确实是这个艺术源于生活 生活里面总有一些跟艺术相匹配的事情啊 所以不要觉得日曼你我们很远啊 这个日曼其实跟我们还挺先进的 当然这些劫富济贫的女士们 他的济贫是继他们的没钱的男朋友 而不是普罗大众啊